我真跳了 好 谁都别来我 我 我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了 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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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鹏你怎么又哭上了你 谁哭了 你可别哭啊 我见不得女孩子哭 这女孩子一哭 我就心里发慌 我 清云 我现在不想到处让你跑抓凶手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说 那你想干什么呀 跟我回重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 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 我就想你天天守着我 陪着我 不准离开我 行 我答应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陪你回重庆 跟你待着什么都不干 尽管现在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身边 最亲的人 可就只剩下你了 你这话说的 我爱听 我爱你 清云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你看 你看那鸟 多漂亮啊 来 上去 别怕 我爱你 胳膊伸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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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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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八家公司 联合起来的第一次会议啊 下面呢 有请咱们的舵手向小涵发言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我的策略非常简单 我们的这个拖拉斯 和三家外国传物公司的拖拉斯相比 实力不够 所以不能硬干 我的策略是 各个击破 什么意思 好简单 他们已经联合起来了 怎么各个击破呢 据我所知 三家公司虽然是统一降价 但是 他们每个公司是各自经营 而且所承揽的货物也不同 咱们就从货物下手 有点意思啊 你接着说 日清公司承揽的货物是铜油 他们不是打出七折吗 我们就六折 所有的铜油 很快就会到我们手中 日清公司必然会害怕 这个时候 我们向他们摊牌 只要日清放弃降价 其他两家公司 不攻自破 真的是一个奇招啊 只是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只要各位传东坚定地按协议办事 我向大家保证 很快就能看到胜利 有道理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 咱们集体打出六折 只收铜油 混蛋 现在所有的华人公司 全部打着六折的旗航 而且只收铜油 这分明是跟我们对着干 这到底是谁的主意 一定要调查清楚 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只能投降 为什么 他们集体打出六折 已经把我们的客户都抢光了 就算是压碎脚行动 最后取得成功 日清公司 也会比华人公司倒下得早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华人公司这个策略 是我们之前没有估计到的 我们已经失败了 我马上召回梅英公司 你即刻亲自赴华人公司 达成互相量解的协议 务必使价格恢复到原来的水准 我明白 马上去做 真厉害 你们联合体 两天就抢光了我们的客户 我唯有服输 输得心服口服 战斗才刚刚开始 我们已经举白棋了 我正式通知你 我们接受这次失败 那些 已经可以出了点合体 正准备跟你们商量 马上恢复正常的行情 你们也太不禁打了 日清公司下面有什么打算 我们准备跟你们下市公司合作 祝资金 这个提议很有诱惑力 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如果是你们掏钱 你可以想一想 现在是我们给你们钱 应该满口答应 李弟怎么制定 嗯 我们花两股的钱买你们一股 你们占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一 有绝对的话语权 是吗 世上没有白吃的晚餐 说说吧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相家 有遇过三侠和库斯基行情的经验 这个经验 被我们双方共享 日清公司跟你们入股的钱 用不了几年就全部会收回来 嗯 但是我们必须跟身份独立的公司签协议 你们必须退出联合体 反正 现在价钱也回升了 你们也赢了 要赢了 我们也赢了 你们这家有数智工 小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又跟着我 我们现在都成联合体了 你为什么 还跟那个日本人勾勾搭搭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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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欣云 我的圣诞怎么样 太好了 我看三天三夜都看不够 那我就给你演一辈子 那我就美一辈子 天空 你怎么停了 小少爷 你怎么来了 你 那个老爷病了 想让你回去一趟 编 再编 又蒙我是吧 我说你蒙我 你能不能换个人啊 可我爷一个人病是吧 这么下去我爷没病 也得迟早让你给编病了 这次是真病了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 你就别回去 也怪你爷爷上课拿病了骗你 可是那个要是见不着 你可别怪我 反正要是你爷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会再来通知你的 你接着玩吧 等等 我爷真病了 真病 严重吗 严重 两天都没下床 你发誓 发誓 严重 我爷病了 我得回去看看 那你去吧 我等你 那别让我等太久 你放心吧 我去看看就回来 快走啊 快走啊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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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爷 二八子跟我说您不行了 没事吧 我还没死呢 这家伙又谎报军情 我找他算账呀 我先找你算算账 坐下 怎么了 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让你和你姐一块管理这个轮船公司 结果我前脚一走 你后脚锯了重庆了 你这看香花不香花啊 人家家里都死了人了 我能不去陪陪吗 咱们公司都快出了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再多陪几天 这个公司就不姓向了 怎么可能呢 我姐那么能干 一个脑袋官顶我八个的 那公司能出什么事啊 胡扯 当初我不愿意你姐姐干这个经理 是 我我是有点老念头 后来看她干得风生水起 我也希望她能把这个位置做好 可是这两天我琢磨过来了 我把公司交给她 就是个大失误 眼下她搞什么联合体 这正中了莫元清的下怀 莫元清就是想把你姐抓到手 不是说她结果你姐 是想利用你姐 霸占咱们向市公司 你愿意吗 那我当然不愿意了 我以为莫元清的老东西坏着呢 我一回来我就跟她干上了 还有更可怕的呢 一姐跟那个清田的关系不一般 这个日清公司压根就不是省油的灯 对咱们向家是虎视眈眈 早就要霸占咱们了 一姐现在是夹在了莫家和清田之间 就好比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炸药包上 万一哪天不留神 引着了隐信 那 通 就冲你爹这个危险劲 你 我也不能让她继续干下去了 爷 你说这个吧 我都懂我也能理解 可是你说我 我这天生不是干买卖的材料 我当不了那精力 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就算你爹死去的阴魂求你了行不行 你就回公司在那坐着看着点 这公司它就没有颠覆的可能性 那我现在是明白也得回去 不明白也得回去是不 少废话赶紧给我滚 我这喝口水喘口气 喘什么气啊你 赶紧回去 让小韩明天跟你交道完工作 到我这儿来一趟 我有话跟他说 赶紧滚哪 小韩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吗 日清公司已经缴械 昨天宣布退出联合提 今天其他几家公司 也宣布恢复原来的价格水平 所以这一仗我们完胜 好 好 好 漂亮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齐开得胜 好 小韩啊 你看咱们下一步 如何发挥咱们联合体的优势 再做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临时联合体 是为了对付洋人压水饺行动 成立的临时联合体 现在呢他们已经宣布失败了 所以我们这个联合体 也没有再存在下去的意义和必要 好 现在我宣布联合体解散 什么啊 解散 解散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还是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 如果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再见 可以 这 你看看 这 你看看 这 你看看 小韩 怎么料下一句话就走了 这些人好不容易绑到一起 那您的意思是我该怎么办 如果真成立一个拖拉斯也行啊 那就各家资产重新分配 运作由我们向家掌管 到年底给他们分红 问题是物理那帮人 他们能同意吗 对了 还有 您提议买的那个新式轮船 过两天就到码头 一定邀请莫叔来剪彩 告辞 肯定是那日本人搞的鬼 而且他又在勾引小韩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一直看着呢 我肺都快气炸了 小韩拆了联合体 是为了和这个日本人一起 做一些其他的生意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那么回事 小姐 账目都合完了没有问题 就是大德沙行的流水账没有拿过来 为什么没有拿过来 马文俊说他要研究一下 再指定出一套合理的手里平衡表 研究一下 胡扯了 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其他账目都齐了吗 现在账目都齐了 姐 爷爷 爷爷回来了 肖也回来了 徐快姐在这儿呢 那你先忙着 我先去整理一下这个账 好 你那个案子进展得如何 还没进展呢 爷爷就把我给招回来了 爷爷 您见爷爷了 我见了 他说什么 说让你明天去他那儿一趟 我去他那儿干嘛 什么事啊 我哪知道什么事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行了 我累了 我睡觉 你等会儿 我还没睡完呢 夏姑娘怎么样 挺好的 我把她一个人放那儿 我还真不放心 你说咱爷爷是怎么了 非得跟夏姑娘过不去 我不跟你说 我回睡觉 你等会儿 我还有话跟你说 你快点儿行不行 我困 我告诉你 你不管多困 明天早一早给我起来 我把公司的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多早 越早越好 你也可以不睡 姐 我告诉你啊 曾经有一位特别厉害的长者 跟我说过一句话 一年之计再于春 一日之计再于晨 早晨是最好的睡觉的时间 你早晨不让我睡觉 这么着啊 明天你晚点儿去咱爷呢 你等我睡醒了 到公司去以后你才走 就这么着了 我睡觉 清语 小姐 没什么事让我先回家 你一会儿路过马文俊家 让他明天一早 把大德商行的流水账 放到我的办公室 还有 明天一早把这些账 也放到办公车上 让少爷全部都看一遍 好的 好的 去找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小姐 这样我都看完了 都看完了 小姐真是厉害 先别急着拍马屁 我问你 大德商行 现在煤是什么价 六月以来 所有商行的煤价都跌了 为什么大德还是原价 大德供煤是长期合同 价格都是定死的 胡说 附加条款上明明写着 市价变动是大德煤价随行就是 你不知道 三个月 三个月 大德多售了咱们整整两千块 这里面也有你一份 没有没有 小姐 我怎么能干这种 被良心的事呢 有没有 你马上就能查清楚 徐掌柜马上就来 如果大德还想保住相家 这个大买卖 你还想坐在这儿 不吃牢饭 你就一无一失地把实话告诉我 小姐 你 你饶了我吧 啊 起来说 小姐 是 先谈点公司的事 我弟弟来公司 大家对他印象如何 这个不好说 那这么跟你说 我跟青云 你们更希望谁当经理 当然是您呀 怎么讲 大家的命运细在相识 当然希望能人掌舵 公司才能蒸蒸日上啊 好 思路清楚 很会说话 这就是我 为什么提拔你的原因 小姐如果能放我一马 今后必定肝闹涂地 报效小姐知遇之恩啊 我相信你是有实力的人 有实力的人 就应该把自己的想法 落到实处 摆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相姐啊 一向是靠实力说话 记住 这里只需要能人 明白吗 好像是明白了 我要出差几天 清云当班 你好好辅佐她 您放心吧小姐 响骨不用重锤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 去吧 去吧 姐 等我呢 这个懒鬼 你刚起啊 这 跟你说 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就是这些账啊 这是咱们公司今年的流水账 我已经看完一遍了 你再看一遍 你把字给签了 嗯 这全是啊 对啊 这也太多了 这我哪能看得过来啊 那没办法 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 因为会计报告上 要有咱们两个人的签字 我不说了吗 你替我签了就行了 爷爷能同意吗 姐 你不是不知道 我一看这些账本头头大 好好好 慢慢看 肯定能看完 早晚有一天能看完呢 走了 小涵 跟墨家的事你得想清楚 是 墨英豪 甭说你看不上 我都看不上他 可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咱们自己心里得想明白了 还有 你离那个青天远一点 日本鬼的心机太重 爷爷 您那是偏见 怎么叫偏见啊 爷爷是经过甲午海战的人 我亲眼看到过日本人 是如何狡猾如何凶残 说实话 死那儿以后 我对小鬼子深呼痛绝 我知道 我跟青田不过是业务往来 日清公司是咱们的竞争对手 我能认识竞争公司对手的一个人 对于咱们决定商业决策 有多大的好处 您又不是不知道 行行行 我不提这个了 反正爷爷把话撂在这儿了 你爱听不听吧 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会慎重对待这件事情的 那这事就先这样了 今天我叫你来 是想 让你帮弟弟一个忙 帮秦云什么忙 帮他 斩断孽渊 这忙我帮不了吧 我一直是反对家庭包办的 现在我要去管弟弟的事 我这不出尔反尔吗 少在爷爷面前谈什么自由 爷爷我也是留过洋子 我什么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 咱们是中国人 就得遵守这个国家的德行 入乡随俗 知道吗 您就别讲大道理了 您说说看 怕我能不能帮这个忙 我 我想 他和夏天宏 他们俩不合适 我还是想让你弟弟 娶了伍岳 人家不是都回绝咱们了 这事有转机 那前一段 武将川上我这儿来了 又重提此事 我从他的话里琢磨着 那伍岳姑娘 对咱们清云有意思 算他还有眼 清云虽说有点年少无知 有点浮躁了点 但是品质有量 是吧 所以啊 我得让你替我 上五月姑娘去一趟 跟他好好聊聊 把这件事情砸死了 我好跟清云开口 但是爷爷 您放心让我去吗 我这人 说人家好处说不了 说坏处一说一个准 你是谁啊 就你这张嘴 比苏勤张仪 那他们都不行 对你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小菜一丁 那行吧 当善人谁不会当 这忙我帮了 不过当完了善人 你还得当一回恶人 当什么恶人啊 你还得上那个 重庆去一趟 代表我 让那个天红姑娘跟清云 断绝关系 爷爷您这 一下这就两道 我可不当 我肯定不去 人家清云明显喜欢夏姑娘 我这让他们俩 生生给人家拆散了 那弟弟不是得恨我这个姐姐 一辈子我不去我不去 你这个恶人背后 爷爷给你撑着呢 怎么着 我看她清云能把你怎么样 不是爷爷这种事情 说多了不好 说少了也不是的 再说您可真逗 好事找不着我 坏事准找我 对我不公平 好好好 我跟你说 这件事你办成了以后 那就是大功一件 要是两件事都办成了 那爷爷得重重地赏你 你说你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要求您能答应吗 你说说我听听 我也没什么要求 您知道 我一直想让我们相视公司 发言光大 我就希望爷爷以后 不要偏心眼 不要那么传统 不要那么老套 我希望您能够看清事实 按实力说话 那就得看看你的表现了 哪拉高 拉高 行行行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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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标 一载年不许愿 无便 无便 这小样 谢谢小韩姐 这次专门为了这事跑一趟 不过我知道 这也是你爷爷和家人的意思 问题的关键是清云的态度 如果她能当面来跟我谈 我心里才有这个底 你这是想下朱克力 没有 那我怎么敢嘛 我只是把实情说出来了嘛 今天姐来找你呢 就是想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啊 我一共见过清云两次 第一次是在路上偶遇 她呀傻乎乎的 差点被一帮骗子骗了钱 清云这孩子是有点不懂人情事故 但这不算大毛病 当然不算毛病 其实我倒是从中看出了她的人意善良 还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杀人现场 当她听到枪声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别人 而不是逃走 而且还赤手空拳地去追那个持枪的人 现在想想真是有些犯傻劲 不过我当时看到了她勇敢狭气的一面 头一回是仁义善良 第二回是勇敢狭气 评价很高嘛 我也是就通过这两回 觉得还挺欣赏她的 是 我弟弟这个人呢是这样 虽然毛病很多 但是优点也不少 比如说她很孝顺 正义 善良 而且有责任感 这是一个好男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而且呢她是我们相家的继承人 所以我觉得你眼光还是蛮高的 我也不知道小韩姐 这是骂我还是夸我呀 反正我这个人也是有点一根筋 对 我怎么听说夏天洪来找过你 还吵了一架 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 赌气才提得清吧 那倒没有 我只是觉得她有点不配情云 她除了漂亮以外一无所长 刁蛮 任性 这些漂亮女孩子身上的毛病 她都有 而且她还有些目中无人 一个眼睛里没有别人的人 在关键的时刻 势必是个危险的人 说得好 一件事情能从现象看到本质 这不是一般女孩子 具备的智慧和能力 姐欣赏你 姐姐气质高雅 知书达理 五月可否跟姐姐做个朋友 来 走 你这个朋友呢 姐也是交定了 姐觉得跟你一见如故 谈得来 但是 姐更希望你当我的弟媳妇 这件事情今天就这么说定了啊 如果你要反悔 姐也不是省油的刀 能跟姐姐做一家人 当然是我的荣幸 可问题是清云的态度 她也是个有个性的人 如果不是她自己心里愿意的话 我想别人也勉强不了她 清云呢 她有时候很任性 毕竟年少 月底颇勤 最主要的是你得告诉姐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才能下决心去说服她 小韩姐 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要我怎么说呀 行 那你要这么说 姐就明白了 等着姐的好消息吧 姐姐 在这儿吃完午饭再走吧 想吃什么我让厨子给你做去 月姑娘这么体贴这么细致 我弟要能有你的一半 我就心满意足喽 清云现在在干什么呀 清云现在在干吗 现在就惦记上了 现在就惦记上了 怎么是取笑我 行 以后五月妹妹就是我的弟媳妇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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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不 子 为 这是一发薄壳枪的子弹吗 你看这儿雷叔 我发现这儿好像有几个数字 巧了 这应该是三个月前进的那批货 一共八千发 和薄壳枪一起 被发到下面用枪的单位 就这几个数你就能认定 岁数大了 自从我这条老腿被炮弹炸瘸了之后 就调到这儿当射击教官了 现在部队进的每批弹药 都要在我这儿做登记 这个编号正好是中间号 所以我敢肯定 一定是那批货 那你要这么确定的话 这子弹可是你们军队的 怎么到外边了 前段时间有个单位丢了四把枪 两百多发子弹 肯定是有人偷出去 把它给卖了 行了 我知道 谢了啊 回来 这说着话就想跑啊 你不是说事情办好了 请我吃酒吗 是啊 这不还没办完呢吗 办完了请你啊 我的伞 这小子 烂巴唧唧的 跟你爹当年一个样 什么 你就是像晴云姐姐 如假包换 那你怎么能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应该怎么说 我今天是替我爷爷来跟你谈 说实话要是他老人家在场 那话说得要比我难听一百倍 毕竟我是个女孩子 我能理解你 所以尽量说一些不让你难堪的话 谢谢你 你说的话 的确不会叫我难堪 但是 简直就是会叫我发疯 没办法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真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好 你是个念过书有学问的人 不是都是提倡自由恋爱的吗 怎么这一到我们跟前 你就开始反对了呢 好 自由恋爱 那我就给你讲讲什么叫自由恋爱 所谓自由恋爱 必须志同道合 有共同的理想 有共同的目标 在奋斗过程中 他们是战友 他们是同志 这才是自由恋爱的前提 但我在你们身上没有看到这些 那在我们身上你看到的是什么 不客气地说 苟且偷生 贪欲享乐 这是公子小姐的玩法 但是我看夏小姐好像也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说你们离自由恋爱真的很远 那按照您的说法 清云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呢 她适合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是你 这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懂爱 爱 人生在世 除了爱 还有责任 像是三代从事航运业 你不知道航运业 对于国人来说有多难 外国轮船公司在我们长江上 航行八道多少年了 我们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跟他们拼 必须跟他们打 我们拼的不是钱 我们拼的是国人的尊严 你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吗 当年洋人炮轰万贤 我爹我娘明明知道去送死 硬是用我家的商船去撞到敌人的军舰 把自己亲生孩子放下 也要为国捐去 这是什么样的警示 这是什么样的爱 现在我爹的遗愿 只有青云能继承 我爷爷对她抱了太多的期望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 还不能享晚年之乐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青云不务正业 你这是在践踏一个老人的希望 你不觉得你很残忍吗 小姐 就这位先生找你 是你啊 什么事儿 我那天不是说了吗 一定要对那天救我那位壮士 当面致谢 不是说了吗 不用这么客气 人家救了我的命 你说了没用啊 你看我今天来都来了 你就让我跟他见个面 感谢一下 麻烦您请那位壮士出来 好吗 去请老罗过来一趟吧 好的 你姐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我姐 我姐上重庆出差去了 那这两天你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 怎么了她要跟我说什么 没事儿等她回来再说吧 好 清云是我们相家的继承人 她必须全力以赴 如果你想作为她的妻子 作为她的伴侣 必须帮她分担事业 替她排忧劫难 你能做到吗 说实话 我的确做不到 但是我可以把一切都给她 因为我爱她 爱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但是 爱分高尚的爱和低级的爱 高尚的爱是有情怀 有责任的爱 低级的爱 是像你这种自私低俗的爱 清云作为相家继承人 她必须也注定 要有高尚的爱 抱歉 我根本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何止这连爱 都还要分三六九等吗 好 那我反问你 清云自从跟你好了以后 她干过一件有意义的事吗 她干过一件有利于国家的事吗 她现在每天就沉浸在男婚女爱 迷迷之音当中 迷迷之音 对 就是你在戏台上唱的那些 公子小姐 男婚女爱 无病呻吟 有什么用 你这样说有点过了吧 我是个唱戏 但是戏文没有你说得那么下戒 我更没有你说得那么下戒 我没有说你下戒 我非常尊重你这个职业 但是你告诉我 这个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 中国自古以来什么都有 唯独没有强国的科技 没有新邦的产业 所以我们的国家 积贫积弱让人欺负 是你可以一曲歌吧 缠头无数 但是这就是万物丧志的东西 民族的悲哀 再凶再险的他 我都不怕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单打 美的心好似浪花 只有你能碰碎他 我是你 怀里一缕头发 花烂烂的江水 溜啊溜啊 那就是我们俩 刷悄悄话 美的心涌起浪花 美的心涌起浪花 只有你 能听懂他 你是我 小脸也巴掌 狗狗山上有一束花 你快点走过来嘛 等你累了才一开 不就装浪花 有多多白 我和哥哥你的爱 就是见到雪我碎 也不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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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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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